各位中文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文正典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详细内容 今天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在被称为阳光带周的四个关键摇摆周 副总统贺锦丽与前总统川普的差距正在缩小 已经互有胜负 纽约时报西耶纳学院发布的民调显示 贺锦丽在亚利桑那和北卡领先 而川普在内华达和乔治亚的优势继续缩小 平均支持率方面 贺锦丽和川普打成平手都是48% 这对于民主党人来说是一个显著的进步 在5月的类似民调中 川普在亚利桑那 乔治亚和内华达 以50%对41%领先拜登多达9个百分点 任何一位候选人都需要赢得阳光带四周中的至少一周 以及三个铁球带周 威斯康星 密歇根和宾州才能赢得大选 本月早些时候 纽约时报西耶纳的另一份铁球带周民调发现 贺锦丽领先川普至少4个百分点 而在拜登退选之前 川普拥有3%的优势 今天的民调还显示 阳光带周的不同族裔选民之间分歧越来越大 贺锦丽获得了84%的非裔和54%的拉丁裔支持 他总体上在非白人选民中领先川普29个百分点 川普则获得了66%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选民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 独立总统候选人小罗伯特肯尼迪的支持率 自5月以来已经减半 他现在在4个州的平均支持率仅为4% 已经不再对川普和贺锦丽的竞争产生重大影响 副总统贺锦丽的竞选团队今天表示 他们已经预定了3.7亿元的广告时段 将在劳工节和选举日之间投放 贺锦丽沃尔兹竞选团队在一份备忘录中表示 秋季广告宣传将包括从9月3号开始 在战场周投放为期9周价值1.7亿元的电视广告 此外还将在Hulu、Roku、YouTube等网络平台上 投放超过2亿元的数字广告 这些支出并不包括在社交媒体或搜索服务上的广告 根据媒体追踪公司的数据 前总统川普的竞选团队目前在劳工节之后 只预定了宾州和乔治亚这两个州的电视广告时间 贺锦丽的副竞选经理表示 他们预定的电视广告包括主要体育赛事 和电视剧首映等收视率最高的时段 此外他们还预定了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日间时段 并认为这可以争取保守派独立人士观众 这些人在共和党总统初选中 支持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力而不是川普 提前进行广告预定 可以让竞选人和竞选团队锁定费率 以免在大选日临近时出现涨价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即将于下周一 在芝加哥楷幕 大会的一位高级发言人今天证实 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将在周一晚上发表演讲 发言人说 两人的演讲将为选举副总统贺锦丽提供强有力的理由 声明还补充说 大会非常高兴能够纪念和表彰 总统一生的服务和他无与伦比的遗产 官员表示 拜登在演讲中将谈到在为美国灵魂而战的斗争中 如何确保民主战上风 确保民主得以实现 据报道 正忙于竞选行程的贺锦丽将于明晚从宾州前往芝加哥 预计将在周一参加大会的向拜登致敬的活动 然后他将会在周二前往密尔沃基继续竞选行程 贺锦丽在大会的演讲定于周四晚 今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预计吸引五万人造访芝加哥 而大会的分会场毗邻华步 短时间内的人流激增又会对华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请看报道 为期四天的2024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DNC 下周一将在芝加哥召开 主会场位于城市西边的联合中心United Center 每天晚上的主旨演讲将在这里上演 而白天举办各类党团活动的分会场 则在离中国城车城不到十分钟的麦考米克会展中心 麦考米克Palace 是否预计DNC将吸引五万人与会 创造超过1.5亿的经济效益 那毗邻峰会场的中国城是否能够在这次活动中获益呢 应该来说会 因为我们谭宁街现在和以前的有一点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多元化很多餐厅进来 我们的创馆经常都开会 都是给他们 他们都预备了很多材料 还有因为芝加哥谭宁街好处就是批发公司的比较近 他们每一天送货 所以对这边预备的这些货不是很大的问题 主要为客人来我们都服务地找到 主委会信息显示 这次DNC的供应商有3198家 亚太裔社区占206家 其中仅中国城核心区域就大约有30家 包括餐厅 火锅店 奶茶店 面包店 酒店等 在我们的走访中 部分商家表示他们尚未看到具体影响 但相信大会能够给华部带来人流 与此同时 也有商家担心 大会期间的游行示威会导致治安问题 负责华部地区治安的第九分局局长麦建福表示 分局将全力以赴 确保民众安全 多家媒体今天报道称 前纽约国会众议员乔治桑托斯 预计将于下周一出庭对联邦指控认罪 他因为在2022年中期竞选期间的涉嫌欺诈行为而被起诉 去年被驱逐出国会众议院的桑托斯 此前一直对23项联邦罪名表示不认罪 这些指控涉及与新冠失业救济金相关的欺诈 滥用竞选资金 以及在众议院披露报告中谎报个人财务状况 目前尚不清楚桑托斯是否会对所有指控都认罪 以及他面临的潜在刑期 此前桑托斯两名高级竞选官员已经认罪 桑托斯此前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当选国会众议员 他的选区涵盖黄后区和长岛纳苏郡部分地区 他是有史以来第六位被驱逐出众议院的议员 也是第一位在没有被定罪 或在内战中支持南部联邦的情况下被驱逐的众议员 驱逐他的决议以311票对114票通过 105名共和党人和绝大多数民主党人投票支持 今年早些时候桑托斯曾短暂尝试重返国会 他在3月宣布退出共和党 以独立人士身份竞选纽约第一选区的国会众议员席位 但他在4月放弃竞选 理由是不想分走现任共和党众议员的选票 导致将众议院控制权交给民主党人 好 接下来将视线转向国际 俄罗斯外交部周五晚间表示 乌克兰使用西方火箭弹摧毁了库尔斯克地区 谢姆河上的一座桥梁 导致疏散平民的志愿者死亡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在Telegram上表示 库尔斯克地区当天首次遭到西方制造的火箭弹的袭击 造成协助疏散平民的志愿者被杀害 他称 火箭弹可能是由美国制造的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发射 乌克兰陆军参谋长瑟斯基表示 自入侵俄罗斯西部领土11天以来 他们截至周五已经控制了1150平方公里内的82个定居点 俄罗斯国防部周六表示 俄军击退了该地区的几次乌克兰袭击 但没有报告收复任何领土 美国官员表示 迄今为止 美国认为乌克兰此次突然入侵是一种保护性举措 可以为使用美国武器提供正当理由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德州警方表示 他们破获了一起发生在40年前的谋杀案 并起诉了一名78岁的男子 金普系帮助调查人员将他确定为嫌疑人 德州奥斯汀警察据称 已经在麻州服刑的小德克布鲁尔 被指控在1980年谋杀了25岁的苏珊·沃尔夫 警方表示 沃尔夫当时刚刚入学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护理专业 他在事发当晚被目击 遭到一名司机强行抱上车辆 第二天 人们在奥斯汀的一条小巷里 发现了沃尔夫的尸体 他身上有勒痕 死因是头部枪伤 尸检官还发现了他遭到性侵的证据 警方表示 在谋杀案发生后的一年里 调查人员跟踪了数十条线索 追踪了数十辆符合证人描述的汽车 多年来 他们有超过40名协议人 并问讯了至少6名协议人 但案件直到去年才迎来转机 悬案侦探向德州公共安全部犯罪实验室 提交了一份样本 并在最终找到了可能存在匹配的嫌疑人 警方随后在麻州问讯了 因另案入狱的布鲁尔 后者承认在案发前后 曾到过奥斯汀和圣安东尼奥 在进行DNA对比后 奥斯汀法院认为 有正当理由提出谋杀指控 最近数据显示 纽约华人民众申请隐秘持枪证的人数 呈大幅上涨趋势 其他类型的持枪证申请量 也同样逐年攀升 专业人士分析指出 申请激增的主要原因 是民众对自身安全的担忧 社会治安的不稳定 以及法律的变化 自最高法院于2022年通过法案 放宽纽约州枪支使用权限以来 纽约市的隐秘持枪许可证申请量 行驻增加 根据警方的数据 从2022年到今年3月初 纽约市警察局 共收到超过1万1千份 隐秘持枪许可证申请 相比之下 纽约市警在2021年全年 仅收到几百份申请 新青年纽约枪会会长威廉表示 从他们协助华人民众 申请隐秘持枪许可证的数量来看 过去两年内 确实呈大幅增长的趋势 他向记者透露 2022年 他们协助华人民众申请该许可证的数量 不到100分 而到了2023年 这一数字已攀升至400分左右 这两年确实就是说 申请这个枪证和买枪的人 大概十几倍的增长 除了隐秘持枪许可证的申请数量显著增加外 其他类型的持枪证申请量也呈现出上升趋势 威廉分析认为 导致持枪许可证申请激增的主要原因 是民众对自身安全的担忧 社会治安的不稳定 以及法律的变化 疫情后 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事件的频发 令华人民众感到不安 认为持枪可以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社会环境和治安的不稳定 也使一些民众认为 在遇到危险时 持枪滋味比报警更为反应迅速 社会现在治安没有那么稳定吧 所以就是说很多华人他就觉得 如果家里面有枪啊 或者是手里面有枪啊 他反而觉得比报警的要来得更快 另外法律的变化 也是导致持枪申请术激增的重要原因 那第三点为什么会多呢 是因为这个法律的变化 新的法律出来了以后 就是导致很多人马上去申请 纽约东华协会主席于金山 同样表达了对这一趋势的关注 他指出 疫情后的社会治安问题 使许多华人感到忧虑 不少华人都申请了持枪证 面对这样的现实 部分人认为持枪自保 是应对当前不稳定的社会环境的一种方式 宇金山还强调 纽约市应继续加强对非法枪制的预防和打击工作 以增强市民的安全感 我想现在华人申请这个枪罩的人不少 我想买枪的原因有很多种了 为什么会有枪制争端 我想这个疫病之后呢 我们的治安呢 的确是比较不好 所以这个造成很多朋友的恐惧 那么这个恐惧呢 让别人呢 认为永枪自保呢 可能是一个方法 在纽约犯罪的这个所使用的枪制呢 大部分都是非法枪制 那么非法的这个枪制的预防呢 我想我们纽约州还需要加强 如果我们能更加强 取缔这个非法的枪制的话呢 申请合法枪制的人也会减少 因为大家都觉得比较安全 波士顿警方日前发布警示 提醒民众 随着夏季接近尾声 要警惕那些冒充房屋维修或装修的工人 而这些骗子 大部分都是国际游客 波士顿警方周四发布警示 提醒民众 尤其是老年人 要警惕那些冒充房屋维修或装修的工人 而这些骗子大部分是国际游客 警方称 随着夏季接近尾声 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 为居民提供家居维修服务 在过去的几年里 波士顿居民已经为 气食 铺路 烟囱 地下室 屋顶和围栏等方面的维修 支付了数万元 从1500元的铺路费用 到2万到3万元的 结构工程顾问费用 而受害者在支付了大笔维修费后 换来的结果却是项目质量差 包括更严重的损坏 或几乎没有改善 这些是挺 old school door-to-door solicitors will offer quick low-cost repairs and then either take payment and not return do shoddy work or find other issues that will dramatically raise the price these types of schemes often occur after a major storm or natural disaster and there's been a lot of damage to home to homes to their property and so this is made it easier for the scammer 这些骗子使用的剂量 有哪些呢 警方总结说 第一 骗子拿着没有具体公司名称的 纸质传单 挨家挨户的询问 而这些公司名称简单到 只会说A1铺装 或者是城市和城镇铺装等等 二 骗子会说 因为周边邻居做房屋工程 而剩下了一些材料 可以提供折扣 三 骗子说 自己工作的压力大 夸大强调需要立即完成工作 四 在最初的工作结束后 骗子可能会威胁 或者是恐吓屋主 五 骗子会要求支票 开给他们个人 而不是公司 最后 警方也要提醒民众 留意那些骗子驾驶的车辆 及其车牌号码 波士顿警方说 根据以往的调查发现 从事这类活动的大多数骗子 来自爱尔兰和英国的游客 他们中的许多人 是根据一个旅游项目来到美国 但该项目不允许 他们在美国逗留的三个月期间 进行工作 波士顿警方提醒民众 对于您房产上的任何项目 你应该从信誉良好的公司那里 获得至少两个评估 这些公司持有适当的保险和许可证等 欢迎回来 昨天Leave on New York 联合纽约血液中心 在纽约法拉盛举办献血活动 吸引了大批华人民众的参与 由Leave on New York 主办的献血活动 16日在纽约市皇后区 法拉盛举行 吸引近百市民到场参与 其中以华人居民最为踊跃 热心民众崔先生提前两小时到场 成为当日首位献血者 他表示上周在看了本台的报道后 了解到华人社区急需各项血型 于是早早便做准备 因为我上个礼拜不是看到在那个中文热点 然后就看到这条消息了 然后我就提前做准备 然后就早早就过来了 先去健身房健身 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先调整调整 然后我就减完身 大概10点多吧 我就到这了 然后没有人 然后有一个很热心的一个 Life on One那个 他帮我 然后我就在这边等 我蛮开心的 为什么来着 我之前看新闻上说是 现在这个法拉盛的这个血 血库很多的血不多 然后 我也希望作为一个健康的人 能为法拉盛这个社区做一点贡献 纽约市参议员刘淳毅也到场献血 他希望借此令公众了解 献血过程不仅便捷 而且安全 纽约血液中心会先为志愿者进行健康检查 并提供建议的捐血计量术 以此确保志愿者和未来使用血的患者都能健康 I feel good because number one The New York Blood Center is professional at getting people's blood and they are very good at getting the blood to the people who actually need it and we have a lot of people in our community who need blood just to survive Imagine one day you or your loved one or your child needs blood you want to make sure that other people have donated blood so that you or your family member can survive that's what this is about this is literally life and death so we need people to give blood every person can give their fair share of blood it's very easy doesn't hurt see no big deal 此次献血活动还获得市议员黄敏一办公室 纽约市人权局 纽约市消防局 亚美医师协会 王嘉莲社区医疗中心 韩美家庭支持中心等的联合支持 近日佛州奥兰多市中心推出城市大鸟艺术项目 9只高达16英尺的彩色充气鸽子成为亮点 分布在市中心7个商业建筑的屋顶上 近期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中心 9只巨大的彩色充气鸽子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它们是城市大鸟艺术项目的一部分 这些高达16英尺的充气鸽子 分布在市中心的不同商业区屋顶上 十分引人注目 这九只色彩斑斓的巨型鸽子 被安置在了市中心7个不同的地点 漫步街头时几乎无法忽视它们的存在 该项目的艺术总监表示 选用鸽子这一形象 旨在激发人们对城市中动物的关注和喜爱 好 节目的最后呢 还是欢迎各位在YouTube上给中文正典点点赞订阅留言 并开启小铃铛 以便您呢即时获得最新的新闻推送